第二十题 右图为电解水的实验装置 AB分别连接电极与9伏特的磁流电源 接通电源是反应进行一段时间后 在甲乙两四管中均收集到气体 但两管中的气体的体积不同 以致反应方程式如下 H2O生成212加O2 则下列有关于此时间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可以根据反应方程式知道 也可以根据我们所请同学背的东西知道 我们电解水的时候 我们氢跟氧的体积比是2比1 所以我们看到图甲乙管的体积 我们就可以晓得 我们的移管生成的是氢气 我们的甲管生成的是氧气 而我们又知道氢气是在负极生成的 氧气是在正极生成的 所以A是正极 B是负极 所以选项A说 A连接到九伏效的负极是错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氢比氧的体积比是2比1 质量比是1比8 也就是说我们的甲跟乙的两额的质量比 应该是8比1 所以选项C是错的 我们的体积比应该是1比2 所以选项株也是错的 只有选项B是对的 因为移管产生了氢气 氢气是具有可燃性的 它会生成淡然式的火焰 燃烧的时候有爆明声 所以第20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此实验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乙氏管中的气体具有可燃性 因为乙氏管会产生氢气 我们来访三个震这种 还把全积质量的